孔融让离 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个小孩,名字叫孔融 他家有六个兄弟,他排行第六,大家都叫他小六 因为他性情活泼随和,大家都喜欢他 虽然家里兄弟多,但爸爸妈妈对他们每个人的要求都很严格 要勤奋读书,对人要懂礼貌,说话要和气 无论什么事,兄弟们都要互相谦让 不要光想着自己,别人有困难要给予帮助 孔融年纪虽小,爸爸和妈妈的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喜欢做事,总抢着扫地呀,端碗什么的,非常讨人喜欢 在孔融四岁那年,有一天,爸爸的一个学生来看老师和师母 并带来了一大堆离 客人让孔融把离分给大家吃 在爸爸点头同意后,小孔融站起来给大家分离 他先拿个最大的离给客人 然后挑两个大的给爸爸妈妈 再把大的一个一个分给了哥哥们 最后,他才在一大堆离中拿了一个最小的给自己 客人问,小孔融为什么捡一个最小的给自己呢 孔融回答 我年纪最小,当然应该吃最小的 客人听了孔融的回答直夸奖他 爸爸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孔融回答直夸奖他 孔融回答直夸奖